第14题,阿中在三个相同的烧杯中,各加入质量100克温度25度C的水,与质量100克和200克温度25度C的甘油,放在相同的稳定热源上加热,得到下表的资料。 请问三杯一体中,何者的比热最大? 做这一体有几个不同的方法,第一个叫做认真努力算,我们晓得H等于MSΔT,所以比热就是H除以MΔT,把题目告诉我的质量带进去,那么温度变化带进去,我们的加热时间代表我们热量带进去,去算算S呢,谁比较大谁比较小,这是第一种认真努力的做法。 第二就是我们上课老师教过的,在相同的质量的情况之下,那比热越大的温度越不容易改变,那比热比再小的温度容易变化,事实上比热是我们东西的特性,与它的质量是没有关系的,所以不管你是100克的甘油还是200克甘油,你的比热是一样的,那我们在他们看到100克的水跟100克甘油,我们的质量一样,一分钟之后,我们的水温度上升到31.0度, 而我们的甘油却上升到35.0度,表示我们的甘油的温度容易变化,比热比较小,那水的温度比较不容易改变,比热比较大,所以我们第十四题问说,何者的比热最大,我们答案选的是A,100克水。